天天视频会天天为您揭秘真相 减肥一直是爱美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非常的火 说吃香蕉泡醋可以迅速的减肥 两个月就能瘦16斤 据说连明星小S也是极力的推崇 那么吃香蕉泡醋减肥的说法是真的吗 我们查询得知这种方法源自日本 号称每天三餐时间喝三汤匙香蕉醋就能减肥 而随即采访了一些路人 对此也各有看法 因为香蕉它人量挺高的 酥平时也没听说过有减肥的功能 如果我听说的话我会尝试 醋本来就促进胃肠道那个的 然后香蕉也有点减肥的功能吧 香蕉泡醋这听起来很奇怪的搭配 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呢 我们按照网上的做法用果醋和红糖泡开 把香蕉切片后放入 再放置24小时 这个香蕉泡醋呢 我已经放置了有24个小时 那么现在我要把它打开并且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这个具体的味道呢就是熟透了的香蕉再加上一点酸酸的味道 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减肥的功效呢 我们另当别论 可是这个口味吧 谈不上好吃 但是也没有那么难吃 吃也吃过了 要是坚持吃两个月 到底能不能减肥呢 记者采访了骨楼医院临床营养科的王主任 王主任表示 吃香蕉泡醋减肥 听起来似乎有些理论依据 因为香蕉中纤维素的含量比较多 可能会增加人的饱腹感 而醋也能促进能量代谢 防止脂肪积聚 但是其实这种吃法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病人在食用这个香蕉醋过程中 可能有的饱腹感 也可能是因为食用这种食物引起的一个副作用 或者是对胃肠道的一种不适的感觉 增加了饱腹感 另外呢 食醋过多的话 也可以增加骨质疏松 所以说我们并不建议这种方法来减肥 医生表示 通过吃香蕉泡醋来减肥的人士 肯定已经十分重视自身的减肥问题 所以会在各方面控制饮食 所以随之带来体重的下降 并不能归功于吃香蕉泡醋的做法 用危害健康的做法 还未必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香蕉泡醋还是不吃为难